诗篇第79篇呢 它是一篇哀歌 相比个人的哀歌呢 它倾向于国家的哀歌 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内容一样 它并不是为自己祷告 而是为神的产业 神的店 耶罗撒冷 神的选民祷告 那这个是描述呢 很多的学者 基本上都认为 它是在公元前586年 尼布贾尼萨王 带领军队攻占耶罗撒冷 和耶罗撒冷的居民贝鲁的 那个时期发生的事情 因为我们看到 根据第一段里面 描述的内容的场景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诗篇呢 我们看到大体的结构 是ABCBC的这样的结构 第一段就是哀歌 发出他自己的哀歌 砍弹 第二就是B 它是提出这样的疑问 耶罗撒这要到几时呢 他看到前面描述的光景 这个要到什么时候呢 然后西呢 就开始他为 为着百姓 这个前面的产业 所遭遇的这样的患难 祈求拯救 所谓的深渊 其实就求神来搭救他嘛 然后也为他们的罪 蒙神赦免祷告 然后紧接着呢 又出现第二个问题 为何容外邦说 他们的神在哪里呢 其实跟前面一样 都是针对现在的处境 发出的这样的疑问 那然后西呢 就是谈到了 为求拯救和恢复祷告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 内容稍微有点差别 都是求神拯救 他们脱离现在处境 然后前面是赦免 后面是恢复 它有关系的 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 就是哀歌 一节到四节 这里面说到神啊 外邦人进入到你的产业 污秽你的圣殿 使伊罗萨罗便为荒堆 那在这里面 他首先描述了 他在神的面前 描述了他亲眼所看到的光景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主语是 外邦人 外邦人或者是异教徒 后面提到了周边的邻国 周边的那些邻国 那些以色列周边居住的那些外族人 当然如果按照耶路撒冷进攻的话 也是虽然距离比较远 巴比伦王来掳掠他们等等 那外邦人进入 就是侵入了你的产业 你的产业是指百姓 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神 在生命迹里面 在出埃及之后 其实生命迹是重复 这个西乃山之约 就应许神成为他们 我是你们的神 你们是我的子民 我耶和华就是你们的产业 你们也是属我的 那这个约呢 西乃山之约 其实就是基于 上帝与亚巴拉罕立的 那个亚巴拉罕之约 我要做你的神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所以在这里面 所以因此就产生了 这种恩约的联合 所以咒诅你们的 就是他们必蒙咒诅 祝福你们的蒙咒诅 为什么 摸你们的就是 如同摸我眼中的头人 上帝就将自己 驱救于以色列百姓 成为一个联合体 这不是存在的联合 是恩约的联合 所以攻击以色列百姓的 就是攻击神 所以这里面说到 基于恩约的这个概念 说到进入你的产业 进入你的产业 然后污秽你的圣殿 当然这个圣殿神 神礼拜的场所 代表神临在的居所 是伊路撒冷 伊路撒冷是神的城 神所拣选的城 城里面有神的选民居住 有圣殿在 所以总之进攻了 来侵略来掳掠 使他变为荒堆 这是描述了 然后具体更具体的讲 对应这个产业 就说把你的仆人的尸首 交于天空的飞鸟 把你圣民的肉 交于地上的野兽 什么情况呢 当时发生战争 裸掠的非常悲惨 其实惨到一定程度 就是地上的尸体 没有人去收拾 去埋葬 以至于那些尸体 暴露在外面 飞鸟来啄食 活着的人大部分被掳了 然后战乱的情况下 非常惨 然后那些百姓 他们的肉也甚至被那些野兽吃 那些动物吃 这是非常惨烈 而且在旧约当中 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甚至一种咒诅的象征 先知文学里面常常说到 我要将你们的肉交给野兽 交给空中的鸟 说明就是那种悲惨的情况 上帝审判咒诅到一定程度 以至于他们根本没有办法 埋葬他们的死人 他们自己的命都作为掳物 被掳去 所以是非常惨烈 甚至带有神的愤怒的这种情况 紧接着呢 这个是产业的 然后圣殿 伊路撒冷 神的圣城 周围 在伊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血 就是神的百姓的血 像水一样 无人埋葬 没有人埋葬 顾不了了 我们成为邻国 就是外巴人的羞辱 周围 活在周围的什么 以东啊 什么摩亚啊 地的那 以色列中东地 就是巴勒斯坦地区 约旦河东的周边的什么 菲利士人呢 周边是吧 这样的邻邦 那些选民之外的外邦人 那些不敬畏神的人 偶尔常常进攻以色列百姓的这样的百姓 这样的民族 然后他们就吃笑他们 羞辱他们 为什么 看到他们遭灾了吗 所以这种在列邦当中 在外族当中 蒙受羞辱 这个不只是我们遭灾了被羞辱 这也是神在生命记里面 在严厉警告他们 进入迦南地之后 如果他们不遵守约 不遵守耶和华的律法 不遵守神的话的话 他们必成为列邦的笑柄 笑谈 蒙受羞辱 他们不被尊容 那这个对应的是 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列邦都因着以色列百姓的神 烟花神而敬畏他们 都在以色列百姓面前 连狗都不敢随便的叫 大家都恐惧站起 为什么 上帝与他们同在 使他们享受尊容 虽然他们不是什么军事强国 虽然他们不是什么发达的国家 但是上帝与他们同在 使列邦都因着神在他们中间 使他们敬畏他们 不敢随便侵犯 但是现在光景正好相反 蒙受羞辱 因此呢 看到这种目睹神的百姓 神的选民 神的殿 神的城 遭受这样的掳掠 这样的残景的时候 诗人呢 就在神的面前发出这样的疑问 耶和华啊 这要到几时呢 这种惨状要到几时呢 你要动怒到永远吗 你的愤恒要如何焚烧吗 诗人发出这样的质疑 不是因为不信啊 反而是因为信 他深深的知道 你的产业 你的圣殿 耶路撒冷 他难道这样的情况下 他深深知道上帝与 特别是他称神为耶和华 恩约性的名称 信使守约的这个名称 上帝因着他纪念自己的约 所以实行者就把以色列百姓 从埃及带出来 所以第一 向摩西显现的时候 他重新 他提醒 我是耶和华 我是自由拥有的 我是信使守约的 我是纪念我自己恩约的这样的神 特别的提醒了这个名字 所代表的更深层的义 所以诗人称他为耶和华 所以基于这样 知道上帝是信使守约的 不废弃自己的约 然后来在神的面前 问求问 神啊 这要到何时呢 神的百姓 你的城 你的百姓遭受羞辱 你的名也遭受羞辱 后面会谈到 然后你要动怒到永远吗 你的愤恨要如火焚烧吗 火可以烧灭一切 火象征着积极的一面 也象征着神的愤怒 如同火 焚烧一切 可以焚烧的一切 不存留任何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他又把目前所看到的残景 解释为 这个事情绝对不是出于偶然 乃是因着上帝的审判 神的愤怒 如今神的百姓 神所拣选的产业 神所利明的点 神所选择的城 耶路撒冷 遭受这样的灾难 上帝你要永远动怒吗 上帝你要发怒到最顶点吗 你的愤恨要如火焚烧吗 所以诗人的视角就是 如今我们所遭遇的 都是出于耶和华 为什么 上帝向他自己的百姓发怒 上帝向他的百姓实行审判 所以他有信心 他以信心的眼光去解释 他所经历的 所目睹的现在的处境 这是神的百姓 是信仰人应该有的反应 无论遇到什么 他们能够正确的 按照神所赐给的智慧 按照神的启示 这个启示指旧约的律法 特别是创世纪摩西五经 那根据这样的观点 立场去诠释神的百姓 所遭遇的这个光景 这就是信心 同样在这里面 我们也可以作为引申 今天基督徒 我们应该以基督教的世界观 基督教的历史观 圣经的教导 教训去反思人类历史 反思我们国家的命运 然后反思我现在所遭遇的 我所见所闻的 如何去与圣经去解释 当然这种以圣经的解释 不是说灵异解经 有很多我们传统当中 信仰也喜欢用圣经 随便就匆匆忙忙的 把圣经异解经文 也不管这个处境和经文的意义 想不想符 就匆忙的去灵异解经 虽然是跟圣经联系起来 但是完全是错误的 处境的分析也不对 然后圣经的意义也不对 应用也错 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 我们是指的是正确的解释 正确的以圣经的意义 去看待我们现在的处境 这个是很重要 加尔文的 用加尔文的话 就是我们要戴上圣经的眼镜 去观看这个世界 不只是观看自然 神所创造的世界 还要戴上圣经的眼镜 观看神在护理当中 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引导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够常常的发现 神正在做的事情 在永恒 神在人类历史当中 那个永恒的计划 在我们活在这个短暂的历史区间 或当下这个时间里面 上帝正在做什么 从永恒的这个救赎计划里面 神在救赎进程当中 在我现在的处境当中 正在做什么 以这样的更广大的视角 看我现在所经历的 然后同时也来繁星 我现在求神够我智慧 让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 我如何去反应 如今我的责任什么 如今教会面临的挑战什么 教会应该做出怎样的反应 这是基督徒应该反应 比如说我们活在中国 虽然我们现在暂时 在韩国这种所谓的民主社会 没有逼迫的处境当中 暂时躲避了 避开了那个逼迫 但是我们现在 大绝大部分的中国基督徒 面临着很多的压力 这种所谓的电子逼迫 网络各种的删帖 各种的言论的限制 信仰的这个APP下架 然后网络礼拜受限制等等 各种圣经学习在网上 很多的东西被删 或者是被限制 然后甚至用电子监控 监控我们的线下的礼拜等等 要求我们强制安置摄像头等等 这种用现代化的手段 去限制监控教会 甚至限制我们的发展的 新型的逼迫 现在正在进行 我们可能感受不到 但是国内的人是面临正人 那我们就想了这样的时代 这样的我们所谓的不敬为神 不认识神的不信的政权 在哎呀或者是控制基督教的时候 我们难道不反思吗 不思想吗 当然我们会想到逼迫的问题 那问题是当我们看到中国 特别是21世纪以后 200年以后 中国教会面临很多的新的冲击和挑战 无论是什么教堂被拆 十字架被拆 无论什么五进五化等等 无论是意识形态的这个 从思想上的这种逼迫 还是从外在形式上的逼迫 还是网络逼迫 最近又有很多的家庭教会的领袖 被控告什么诈骗 那打我们一个来一个来的 对不对 为什么家庭教会没有合法的注册 没有法人 没有合法的什么教会的公共的账号 只能以个人的名义账号 然后信徒给什么牧者的奉献 他一查你的账 所有的奉献都可能成为非法的收入 成为你诈骗 随便给你套个名 你就可以去蹲你个判你个七八年 然后没收你全部的财产 这个是致命的 以前逼迫扔你去监狱里 蹲你个七天八天 十天几天 一年两年 伤不了你的骨头 无所谓 但是今天呢 动你最心疼的 第一是判你七八年 这个是很恐怖的事 人生当中有几个七八年 那七八年也无所谓了 把你所有经济财产全没收 这个是令人最肉疼的 这个不是肉疼了 是心疼 对不对 忍一忍身体皮肤之苦还可以 但是把你所有的经济 全给你没收的话 这个不止对你的心灵上造成压力 对你的家人亲属都造成压力 所以这种无形的恐惧 就对今天的教会领袖 造成一种无形的这种震慑力 所以我发现现在很多 逼迫基督教的这样的组织 他们越来越懂如何人的心理 他们对基督教的这种迫害升级了 不是纯粹的那种简单粗暴 所以包括精神层面 包括信仰层面 最让人心疼的就是 其实在经济上比以前打几鞭子和蹲几天 更痛苦的就是 让你经济上受痛苦 虽然我们说我们不在乎经济 但是一旦让你的孩子失去经济的支持 你的妻子失去经济支持的时候 你内心当中就面临很大的压力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面到这些的时候 我们不管是考虑逼迫的问题 比如说拆十字架的问题 不要单纯想逼迫的问题 教会面临着这么大的入侵 所谓的入侵 或者是我们的礼拜的场所 甚至很多神的仆人 神的儿女 被以这样的控告为污名化 然后又被蹲进去等等 限制自由 剥夺财产 这样的情况 甚至有的人失业 那我们面临这样的情况下 除了逼迫的层面 我们简单的想不信的逼迫信的 属肉体的逼迫属灵的 那还有什么 教会应该反省什么 信徒作为教会要反省的 面临着物质化 教会现在越来越膨胀 信仰上越来越浮夸 浮躁 对神的那种真挚的爱和纯洁 越来越少 然后开始追求出表面的 事工上的这种成就 虽然事工很重要 但是追求什么礼拜堂的大呀 我们开始满足于外在 这种虚浮的成就 我们内心越来越空 然后对神的真结真实越来越少 包括我们个体 我们心里面不爱神 爱世界这种物欲 欲望 在我们里面滋生 我们开始满足于形式化的信仰 而内心却远离神的这种情况 当这种患难临到我们 上帝借着不信的 尼布贾尼萨分明是神预言 预言到了尼布贾尼萨 对不对 神高摸他 立他 拆遣他 让他来实行作为审判的工具 管教他百姓的工具 那今天上帝往往也使用这些 不敬畏神的异教徒来攻击我们 来逼迫我们 为了什么 为了管教他的百姓 所以不要单单从逼迫一方面去考虑 那我就忍受就好了 我多么荣耀 还要带着悔改的 为什么 这可能是管教 不管是逼迫 逼迫背后 不只是试炼让我忍受的问题 去胜过的问题 还有需要我反思悔改的问题 所以教会面临诸多压力挑战的时候 除了积极的去应对以外 从一般的技术上 常识上 还有从鼠灵上要应对 我们该做的 信心的 面对的面对 还有我们要反思 教会为什么遭遇这样的情况 教会自身出现了什么问题 今天我们自身一样 在韩国我们没有逼迫 但是为什么我的心灵如此贫穷 我的心灵为什么没有平安 我的生活为什么这么混乱 好像一切都不缺 但是好像又缺了很多东西 没有喜乐 没有盼望 信仰 信仰也不冷不热 然后心灵也憔悴 软弱 没有力量 明明知道神爱我 明明知道曾经经历了 那个救恩的确具 耶稣的救赎 赦罪的平安 但是今天为什么 心里面知道有神 但是心里却爱不起来神 明明知道应该侍奉神 伟生给神 但是却没有力量去侍奉神 这种心灵的软弱 原因在哪 当我们遇到这种 不是来自逼迫 却是来自鼠灵里面 似乎灾难饥荒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反思 我们的信仰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上帝啊 这要到几时呢 难道你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 你应许的以马内里 祝福为什么远离了我 不是我 你远离了我 而是我远离了你 对不对 求主使我转回 让我重新得利 所以呢 我们看到 他发出这样的疑问 求神的 发出疑问的时候 不是质问 是属于信心 这样的疑问的时候 紧接着他就开始祷告 愿你将你的愤怒 倒在不认识你的外邦 就是神啊 求你不要以你怒气轻负于我 你借着外邦来掳溜我们 分明是我 等等 后面会谈到 然后求你将这个愤怒转向 那些不敬畏你的 不认识你的外邦 那不求告你的国度 当然这个不是说 我们之前也讲过 圣经里面 特别诗篇里面 出现这种所谓的咒诅师 那不是教导我们 真的叫字面这样的去咒诅 我们对待那些逼迫我们的人 或者是不敬畏神的 或者异教徒 甚至异端 我们都不能带有愤怒和仇恨的态度去对待 虽然有公义的这种忌邪的心 但是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去咒诅他们 特别是以新约更明确的福音 是吧 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 这个就是教导我们不是愤怒和仇恨的概念 而是饶恕怜悯 父啊 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主耶稣的祷告 和斯蒂凡被圣灵宠犯的祷告 也是一样 几乎一字不差 他们所做的不知道 为他们的无知赦免而祷告 这个就不是仇恨 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误解 我谈到三字的问题的时候 之所以愤怒的原因是 因为我支持三字 其实根本不是支持 我谈的是信仰群体 不是谈某种坏的宗教政策 或者是推行这种坏的宗教政策的某个政党 更不是支持某个政党 有些人逻辑有问题 当我好像不骂三字的时候 就等于支持三字 或者称赞三字 然后支持三字的时候 就等于支持某党 然后这个某党正在遭受某些 受到美国的一些 一些所谓民主主义社会 基督教和民主文化影响的一些论调 形成的所谓的强调民权 民主运动的这种人的思想和基督教混合在一起 影响的时候 好像不反党 就等于支持支持共产党 就好不反对 他好像就等于不尊重人权 没有基督教 违背基督教信仰也好 我说你区分 我们这种论调背后是美国的文化 还怎么样 当然国内也有些人 把这种思想 美国和我的观点不一样 相似不等相同 我是看到这种背后 的确是受到一些美国式的民主思想影响 然后我们就把那一套想应用在中国 当然这个适不适用 我们先不讨论 但是基督徒的思考要脱离 美国基督徒也要思考 他们超越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基督教分开 要分清楚哪些是政治立场 哪些是基督教立场 那即便是这种政党 他可能是独裁了 他可能是逼迫基督教了 对不错 但是我可能是不喜欢 不认同这种立场观念 当然没有人认同 但是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一定要恨他 把他视为撒旦 然后如何如何搞什么民主舆论 推翻他等等 这个我们要需要反思 基督徒如何对待 某些看来邪恶的政权的问题 这是我不敢跟很多所谓美国 北美的一些基督徒苟同的原因 我理解他们的做法 某些东西我也赞同 但是作为基督徒 是不是一定要以这种方式去对待这样的政权 那这个我们需要回到圣经 对不对 很多人做这样的工作背后都是仇恨 愤怒为什么 我们受他的逼迫 所以我产生了恨 那这种产生恨我们也充分理解 因为我们都是人对不对 我们要搞清楚信仰 不只是我们的理论基础 包括我们的动机和目的都要反省 尽量和后圣经 那你说你站着不要疼 这个你没遭遇这些 你当然这么冷静 是不错 我也曾经也经历过 但是我们还是要信仰就是信仰 我们要搞清楚哪些东西我们要做 哪些东西是不可以做的 所以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去咒诅某个政党 或者愤怒呢 这个需要回到圣经去反省 所以国内有些肢体误解我的原因也是在于这个 他们没有办法区分一些北美的基督徒 他们把美国的一些思想 民主运动的思想和基督教混合在一起 然后把这种思想就以为是圣经的思想 错了美国基督教不等于合乎圣经的教导 你别拿什么特朗普好像弥赛亚似的 变成美国福音派的一种代表 不是的 政治立场某些方面激进圣经我们要支持 某些不符合的我们要否定 今天我们中国基督徒就以为 那他既然逼迫我们要恨他 所以一看到诗篇咒诅他 那好我们就咒诅他 是我们作为基督徒被害者 我们有这种愤怒但是我们要留意 是不是我们一定要恨他 那这一点我们从圣经当中找不到这样的证据 反而上帝让我们超越这种仇恨 爱仇敌去为他们祷告 饶恕他们 甚至不带着愤怒 所以弟兄姊妹 你抵挡三字也好 抵挡某某政党也好 你要是出于恨的话 这个就不是出于神 你要出于真理 你是为了我们中国的什么社会的变革 更好的政治形态 更好的什么人权等等 那个我赞同 但是你不要拿你的恨套上基督教的真理 或教义什么为名 然后混合在一起 然后去反某个政党 那个不是圣经的教导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诗人他说愿咒诅临到愤怒临到那个 这个比起个人的仇恨 更强调神的公义 为什么 这些不认识神的人 他们攻击神的惩 作为诗人的立场 攻击神的百姓 从恩约的角度 他们就在抵挡神 攻击神 不敬畏神 这是一般的情况下 所以盼望上帝按照他们对待神 和神的百姓 应该承受的报应 报应他们 比起丝绸更多的是强调神的公义 这个我之前讲了 就不多谈了 然后七姐说到 因为他们吞了雅各 把他们变为慌场 八姐开始 说求你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 前面谈到了外邦人的恶 这些攻击神的城 他们践踏了神的城 拆毁了神的殿 然后如何如何对待神的选民 神的百姓这么多 求神照着他们行的恶 去报应他们 回头诗人就开始 反省自己 神啊 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 向我们追逃 当然这是一般人的常理 圣经里面说 父亲的罪就是父亲 不会因着父亲的罪行发 儿女 这是神的公义 恶人不能因着他所行的恶 然后当他悔改的时候 就因着恶灭亡 义人不能因为他行的义 他就可以为非作歹 当他转离义 行恶的时候他就避免亡 这是神的公义 所以诗人说不要因为我们先祖的罪孽 一说明诗人他有一种意识 我们的先祖 包括我们前面几代人 他们如何背离上帝 如何不守约 如何离弃耶和华上帝 背离神去拜偶像 依靠外邦的势力 所以才遭遇今天的裸掠 不是这样吗 当然也不否定他们当代人的恶 对不对 当代人也是信仰堕落 背离神 得罪神 所以上帝对他的百姓发怒 审判他们 管教他们 把他们交于外邦 当我们遭遇一些事情的时候 虽然我们不能劝 就像牧师不可能说 毛毛姐妹 你遭遇这个就是因为罪的缘故 牧师不会那么讲 牧师可能也尽量不会那么想 但是我们自己我们要反省 遇到这样的事 上帝让我学习什么 我应该 我哪里做错了 你是在管教我吗 免得我们身上的伤疤 一个创可贴 罗着另一个创可贴 然后这个伤疤没好 另一个伤疤好 以赛亚书一章里面所提到的 他们的边伤已经够多了 新伤罗旧伤 这个伤还没好 另一个新伤 为什么 他们太顽梗背腻了 他们甚至上帝说 那个牛啊认识主人的草 驴啊认识主人的棚 这是不是 但是我的百姓却不认识主人 不认识耶和华上帝 这个施恩给他们上帝 儿女敬畏父亲 尊敬父亲 仆人敬畏主人 但是尊敬我的人在哪里 我敬畏父 尊敬我的在哪里 我敬畏主 敬畏我的人在哪里 可见神的百姓 当时是极其悖逆的 对不对 所以他们遭遇很多的痛苦 但是他们却不反思 那我们基督徒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敏感 遭遇一些事情的时候 上帝是不是在提醒我 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什么 咒诅审判 但是更多的是 父亲慈爱的提醒 因为我们人的本性就这样 借着某些不好的事情 容易会反性自己 我们人的本性 中国人本性就是 天灾什么 遭遇什么灾难的时候 总是反性 我们人是不是得罪什么了 会和人的道德联系在一起 那圣经也是教导我们这样 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属灵的 当我遭遇一些事情的时候 这背后肯定有神的意思 作为提醒我们 所以我们应该时常敏感 当然我们要避免 落到那种律法主义的自责 过度的自责 天天自我控告里面 被魔鬼利用 没有安息 我们最近讲诚意 讲了很多 盼望大家能够享受 那个因着基督的义 而带来的那种赦罪的安宁 但是即便如此 神的儿女在这样生活当中 有的时候上帝会用鞭子来打我们 用环境来教导我们 所以我们要敏锐 所以他做出了正确的反应 主啊 我们祖先们的确是做了很多 得罪你的事 求你赦免我们祖先的罪 也赦免我们的罪 愿你慈悲 这个hasen 这个是恩约性的概念 上帝因着他向我们施语的恩慈 他与我们的先祖立约 与亚伯拉罕 以撒亚哥 大卫等等立约 求你纪念你恩约里的慈爱 不要照着我们的罪来追讨我们 乃是要赦免我们的罪 以慈爱待我们 因为我们现在遭遇的实在是 卑微 落到悲惨的地方 拯救我们的神 曾经拯救我们 求你因你的名的荣耀 现在继续拯救帮助我们 大救我们 为你的名 为你的荣耀 赦免我们的罪 所以他求不只是求神 帮我解决眼前的困难 反省到更根本的问题 我这个人有问题 我们的祖宗有问题 所以我们遭遇这个 求神赦免我的罪 大救我们脱离这种光景 帮助我们 不仅为了我们脱离 现在当下的难处 为了你自己的名 为了你自己的荣耀 为你自己的缘故 为什么 你的百姓遭灾的时候 你的名字在外邦当中 就受羞辱 对不对 人们吃笑你的百姓 你看这些信耶稣的 你看这些基督徒还这样 然后神的名受羞辱 所以他关心的 比起自己的 现在的处境的安危 更在乎的是 神的国 神的义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所以这是一个真正 基督徒 一个真正神的百姓里面 正常的这种价值次序 心里面最在乎的 比起个人的安危 更在乎的是神的荣耀 第二段就说到 为何容外邦人说 他们的神在哪里呢 古代近东里面 两个国家之间 征战的时候 一个国战胜另一国的时候 他们会裸掠对方的百姓 和神明 偶像 把他们放在 这个偶像放在 自己神的庙里面 表明自己的神 战胜了对方国家的神 因为自己的神 保护自己 而且战胜 攻破一个城 就代表自己的神 大于那个城的神 所以在我们看到 《史诗记》里面 看到这种类似的情况 菲利士人 把这个约华约跪 掳裂了 放在大国庙里 大国又倒 然后又叩拜的 然后又按理来说 是掳来了 得胜了 他的神大于神 但是实际情况 他的神 伏伏在约跪面前 跪拜 后来伏起来了 又来 四肢又断了 脑袋也断了 所以他们就害怕了 因为他们的意识里面 这个是两个神的 之间的战争 所以 为你的名的缘故 为你的荣耀 打救我们 当失败的时候 他们会夸耀什么 你看以色列的神 不是有什么 你们的神算什么呀 你看我们的神不把你们 我们不打败你们了吗 说明你们的神 保护不了你们 我们的神战胜了你们的神 所以你们的神在哪呢 哪有什么神 是吧 拿来给我看看 不信主的 特别中国人 很多 反对基督徒信仰的 不是就那样吗 你看你们的神 你们神真的是灵光的话 你们怎么活得那么惨呢 你们怎么不横通一点呢 你们怎么还那么多病 看你们活得也不很开心 对不对 所以基督徒活的应该是 像我们主人牧师 应该活得快乐 这个快乐不是放纵肉体的快乐 傻呵呵的 没有神的那种肉体的快乐 而是靠着主耳带来的喜乐 虽然我们有的时候 也是忧伤 那种鼠灵的痛悔忧伤 那种鼠灵的 因着看着这个金氏的邪恶 为自己的罪和众人的罪 而感到哀痛 这样的情况也有 这个是好的 但是常态是 我们里面有基督的平安和喜乐 对不对 虽然我们外在 没有什么可夸的财富 但是我们应该有喜乐才是 别人可以拿金山银山 跟我们夸耀 拿北京什么四环以内的房子 或者什么豪车 或者金卡银卡黑卡 来和我们夸耀 但是唯一我们可夸耀的 就是基督和他的救恩 我们有生命里面的平安 我们没有金山 金子银子没有 但是我有 我将我所有的给你 就是耶稣基督的名 所以弟兄姐妹 应该活出这种信仰的快乐 所以这种快乐和痛悔 应该在我们生活当中形成均衡 时常反省自己的人 忧伤痛悔 经历神赦免的人 再次又经历神的这种平安和喜乐 是吧 所以当外邦人嘲笑神 嘲讽的时候 你们的神在哪儿啊 然后世人就祷告 愿外邦人知道 你是在我们面前 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 神在我们面前 神和我们关系很亲近 这是特会啊 然后借生你仆人流血的愿 前面不是说吗 他们的生命被杀 甚至没有收尸 被野兽吃 被飞鸟吃 被流血如水一样 到处如水一样 他说求你为我们伸愿 就是搭救我们的意思 愿被求的人叹息 被求至人的叹息 就是他们因着遭遇患 在神的面前叹息 受苦所发出的哀声 达到你面前 求你垂顾 按照你的大能 存留那些将要死的人 存留这就是保 存留于种于民的概念 不要进行灭绝 要存留 主啊 愿你将我们邻邦 所羞辱你的羞辱 前面说嘲笑我们 然后你的名 你的荣耀 就对应起来 前面是嘲笑我们 现在开始 我们的羞辱 其实跟神的羞辱 恩约性的联合 联系在一起啊 所以 加倍的抱怨在他们身上 这样你的名 你的草场的羊 就要称谢你知道 永远 不要赞美你的话 知道 你看他关心的是 整悔改 呼求神的拯救 赦免 饶恕 呼求神的那个恩约的信实 怜悯 慈爱 然后呼求神 为他的荣耀来征战 维护自己的荣耀 然后呼求神 垂顾我们现在叹息 然后保留搭救我们 然后不仅赦免我们的罪 还要恢复 前面是赦免 对不对 赦免是恢复的基础 上帝不止赦免我们的罪 上帝还要恢复我们 所以要想得到神的恢复 先悔改 上帝要恢复我们的荣耀 先悔改 当我们悔改之后 上帝不止是赦免我们的罪 还要禅国 医治 恢复我们 所以当经历恢复之后 经历这样的拯救 当然是赞美和称信 所以十三节 你看 这样你的名 你草场上的羊 这都是恩约性的 我们是你的名 你草场上的羊 樱花是我的牧者 樱花是我的王 那意思 要称信你 直到永远 你看 关心的就是神的荣耀 不仅你恢复你的荣耀 当这些谋恩的百姓 你恢复他们的时候 他们也以感恩的心 去称谢你的恩典 赞美你的荣美 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世人内心当中 充满了上帝的荣耀 世人的视角里面 既有现实性 他非常准确地把握了现状 现在的属灵光景 现在的时代 现在的光景 现在很多基督徒 有两种极端 要么太属灵 只看天 不看地 地上的事一窍不同 然后另一种人 是只看地 天上的事 丝毫不关心 前一种人 是变成了 成仙了 活在地上 却不是神仙的神仙 都不说人话 也不办人事了 后一种人 就成为地上的爬虫 属天的事情 跟他无关 可能偶尔头脑上想一想 嘴巴上谈一谈 但实际生活 全是今世的事情 所以基督徒是 站在地上 行造在地上 却是默想永生 心中所向往 所切勿的事 永恒的价值 基督保在天的概念 就讲 活在地上 隐秦地在地上 完成使命 享受今世的一些 上帝给我们 该享受的东西 但是要心里面 切勿着 那个上帝所应许的 那个真正的 那个荣耀和国度 所以诗人说 为我们患难祷告 说求神赦免我们 求神恢复我们 求神为了你自荣耀 来起来征战 去拯救搭救 这样的话 你的百姓 必称谢你 赞美你 诗人非常有智慧 他知道 什么是价值顺序 心里面所切勿的 在他的祷告当中 就充分地体现出来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 求主怜悯我们 让我们心里面 有切勿他的心 时常透过阅读圣经 不只收集圣经当中 一些经节和知识点 记住人事物 一些教训而已 透过阅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也一同 被带到 升华到 如同新香的祭 现在神的面前 被升华 我们的心思 灵魂 意念被升华 我们看事 判断 做事 我心里面所切勿 所追求的价值 就被更新了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 这个题目 虽然我起的是 比较挨戈的 耶和华 你要发怒到永远 你要动怒到永远 这个背后就包含着 一个痛悔的心 对现实的判断和分析 然后带着忏悔的心 来到神的面前 求神赦免和拯救 求神恢复 然后最终是为了神 心中所关切的 就是神的荣耀 盼望弟兄姐妹 我们既然不是诗人 但是圣经写下来 就是为了教训我们的 盼望我们能够 从圣经的教导当中 也培养出这样的 属灵的情感 让我们也有这样的 属灵的价值 优先次序 当我们遇到 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然后我们也以这种 属灵的眼光去 在神的面前 像雅各书一章里面说的 求神给我们智慧 当遇到试炼的时候 求神给我们智慧 智慧就让我知道 该如何在神的面前 反应和祷告 对环境有个正确的判断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能够 无论你现在 遇到什么样的惨状 可能外在没有什么事情 但有的人可能身体上非常软弱 有的人是心灵里面非常软弱 有的人莫名其妙就不开心 在你遇到惨的时候 来到神的面前 祷告 求神怜悯 求神光照赦免我的罪 求神恢复我 所以我重新得力 重新活出一种正常基督徒 应该有的状态 喜乐的心充满我们的时候 让赞美从我们心里面 由心而发出 这样的时候才是一个正常的 荣耀神的这样的基督徒 所以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这个事件一起来祷告 特别是我们也求神纪念 中国的这种处境 我们留学在韩国 暂时打工 寄居在韩国 如果我们不是移民韩国的话 我们最终还要回国 对不对 国内的环境如何 无论是政治经济国际关系 包括信仰自由等等 社会环境 都决定着 和我们将来几年以后 要生活的环境息息相关 所以弟兄姊妹 看懂了 要带着负担在神的面前 祷告才是 不要不关心 因为那个都是跟你自己的 亲生利益有关 跟你现在国内的亲人朋友们有关 跟国内的弟兄姐妹有关 因为他们正活在这种处境当中 所以在这种处境当中 我们该如何思考去 祷告 求祝来连绵 我们一起来祷告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